道理越講越明白 真相越滑越清楚 這裏是越講越有理 大家好這裏是越講越有理 我是主持石頭 今天和石頭拍檔的是路橋女士 路橋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內容是關於劉奕菲 剛上演的花木蘭 花木蘭這個故事 大家可能會耳熟難腸 是一個中國傳統的英雄兒女的故事 是非常好的一個故事 但是因為劉奕菲在反送中期間 支持香港警察鎮壓 香港市民 所以令到這部戲的 性質是完全變了 這部戲的上演可謂一波三折 可能也是 因為劉奕菲的關係 可能也是因為天意 使得這部戲 一直推遲到現在是上演的 在準備上演和現在上演的過程之中 因為劉奕菲支持香港警察 鎮壓香港市民 所以在全球範圍之內 無論是中西方的人 都在呼籲抵制這部電影 而看到不少朋友認為 如果花木蘭真的在現代社會出現的話 應該是將 香港的民主人士 周庭 當作是現代版的花木蘭 因為他出來爭取民主 不只是為了自己 是為了香港人 或者是 中國人的未來 而《太多報道》裏 也說到 劉奕菲轉的這部電影 其實踩了紅線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今天請露喬來跟我們說 這部電影的情況 以及 中共在海外 一個大外宣 對外宣傳 究竟有多厲害 我記得在8月初 我做過一個節目 講了我一些觀察 你8月初已經有一些觀察了 實在忘記了 究竟是什麼觀察 第一的觀察就是 無論中共它做什麼 它最終都是傷害到它自己的 跟這個觀察有關的 第二的觀察 就是 誰碰到中共 想黏著它 都壞的 都倒霉的 我們想用花木蘭 作為一個例子 來講講我第二個觀察 花木蘭大家都知道 他本來就是 3月份上演的 但因為就是病毒 所以就延到9月 用了2億美元 精心打造 這部電影 就沒有辦法 在電影院上演 只好在 迪士尼 自己的網絡影音平台 上演 剛才石斗說了 花木蘭 是很例外的 一部電影居然踩了 兩大人權紅線 大家都知道 第一個就是 劉奕菲 在之前 公開支持 鎮壓港人 的港警 他是支持這些黑警的 你知道劉奕菲 他本身有在中國大陸 他有很多影迷 有上千萬的影迷 他轉發一個 這樣的訊息 就表示他支持 黑警 就影響了 他一大片的影迷 當然這些影迷本身 在中國大陸 已經是 反香港的年輕人 他們是 中共 邪惡的 去妖魔化 香港的年輕人 的一大部分 但是 又說劉奕菲 再轉一轉 再轉一轉貼 就更加瘋狂了 第二樣 就是 花木蘭 被人發覺 他在片尾 居然 名借新疆維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 連這個 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名單的 涂露凡事公安局 都表示了感謝 這個呢 我都覺得他可能 他自己本身 做的時候沒有想到很多 但是其實 這個是一個炸彈 因為新疆來講 現在的 敏感度是極高的 全世界 覺得 人權問題來講 暫時應該說 新疆這個問題 是第一的 連美國自己現在都已經決定 就不再運 從新疆來的棉花 和這個番茄醬 這個是本來很大筆的交易 因為新疆的人權問題 美國有做這個決定 另外 還有歐洲 馬克龍 法國總統馬克龍 以前都沒有說過什麼 但是你這次突然間很高調 前兩天就說 新疆的問題 就是他要去面對的 他要處理的 所以新疆在這麽敏感的情況之下 荷里活不用拿來衰的自己 去多謝這些 最大的侵犯人權的機構 黃之鋒在這次這件事上 做了很多事 我看到他的Twitter 裏面都是帶頭地呼籲 一定要杯葛迪士尼 去拍這部電影 他也寫信給迪士尼的行政總監 要求他 披露他和新疆政府 究竟有什麼秘密協議 有沒有得到任何的寶座 羅冠聰也都在回應 講到新疆很多人權的實況 包括他就是 要婦女墮胎 強迫他們節育 香港的好朋友 美國的參議員 Josh Harley 在香港的反送中的期間 發聲無數次 他也都向迪士尼發了信 譴責這樣做 這個雪球越滾越大 我在社交媒體 各國的社交媒體 Twitter 或者Facebook 就看到那個hashtag 杯葛木蘭 這個hashtag 就很火紅 周圍你見到 我覺得 正是 有一些事 是發生著的 滾雪球還在滾 當然 衛米族的人 他們都出來發聲良下 其實荷里活美共這種做法 或者這種態度 是長久以來已經有了 也都有不少人 說荷里活早就被 中共滲透了 究竟滲透到什麼程度 露喬 你知不知 這個荷里活 就是 樣板 什麼樣板 就是中共 買起 美國企業的樣板 荷里活怎麼被中國買起 第一 當然市場 這個市場很大 的確 荷里活 看中的 也就是這 有一本書叫做 中文翻譯 荷里活製造北京審查 叫做 Made in Hollywood censored by Beijing 這本書裡面 講了 根據他們在疫情之前的 預測 在2023年 中國的票房 就會達到 155億美元 它是會超過美國的票房 2019年的票房 114億美元 即是說 將來來講 全球的 影片的市場 就以中國 為最大 它會遠遠的超過美國 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影市場 所以 中共 引誘荷里活 的人 去聽他說 其中最大當然是市場 但也有直接的 投資 這個跟它滲透美企 是一模一樣的 直接的收購 直接的投資 譬如 大連曼達 這個很有名的公司 就是2012年 就收購了美國最大的遠線 AMC 當時的收購價格 是26億美元 那麼它就用這些方法 直接就影響 西方 在這件事上 不是說那麼簡單 它就是要直接影響 這個西方 它也都直接打擊 荷里活的影星 或者是不同 它合作的 一些 人也好 或者 員工也好 或者是 機構也好 或者是 工會 它是直接打擊的 大家都認識的 演員 我想大家都認識他的 Richard Gere 李察基爾 我想大家都可能看過 他 很久以前的一部電影 叫做Pretty Woman 很多人都看過 但是李察基爾 說真的 在過去的十幾二十年 他是完全沒有作品出的 主要是因為 他本身是一個 藏傳佛教徒 跟達賴喇嘛的關係很好 他多次為西藏發聲 從此之後 荷里活沒有人敢找他 從一個很負盛名的影星 國際影星 影迷無數 到後來 打入冷宮 而Richard Gere 根據自己說 他會拍一些 支持西藏的影片 是他自己的 一些小型的製作 他的電影生涯 因為他支持了西藏 而終結 這就是中共 如何打擊 荷里活的運作 應該有的運作 是這樣打亂他的 其實我們小小都看這個荷里活的影片 無論是 盡口回來看的也好 或者是 出來美國之後看的也好 或者是 在其他時間看的也好 都覺得這些英雄片 或者是 迪士尼做的動畫片 都非常吸引人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因為他有的那個因素 在中國大陸看不到 而華人的荷里活就是香港 而香港的電影 獨特之處也是一樣 是中國根本沒有的那些元素 而且香港人的創造能力 其實 已經是遠遠超過了 連荷里活有時候都比不了 但是近年來 香港電影的 失息 其實也是跟中國大陸的審查有關 荷里活他本來就是代表了美國的精神 美國價值理念 特別是迪士尼 我本人非常喜歡看迪士尼 因為我發覺他很多的 價值觀是很好的 不是只是小孩子喜歡看的 大人也很喜歡看的 給你感覺 你出來之後你發覺 他說人生都是比較光明的 他有這些激勵你的作用 他表達的價值觀都是很好的 美國就藉著這些 特別是迪士尼的影片 將他的文化 將他的價值觀輸送 去全球 但是 現在來講 荷里活真是變了質 荷里活 他對自己本國的批評 是很厲害的 對美國的批評 他從來都不會怕醜的 他有什麼 他不適合他說的 唯獨對中共 一聲都不出 為了這麼龐大的市場 為了他們的投資 他們就一點都不敢批評 就跪下 就是這麼多 他自己試我審查 聽說中共也是很厲害的 當他是投資某部影片的時候 當然 他有發言權 他坐在董事局 或者就是一些什麼 所謂的 會議裡面 他就有發言權 他就會去審查 而很多時候 因為利潤實在太大 荷里活就不出聲 自己就啃了他 未到他 中共說 他已經自己啃了他 其實這種現象在香港 不是一模一樣 只要是有 中國投資的 中國公司有份參與的電影也好 製作也好 從演員的篩選和內容的篩選 其實一早已經做了 現在又聽說 要簽什麼協議 所以你看看 在香港反送中 到現在這個時間 有多少藝人會出聲 其實是不多的 其實我們看到原因 不是他們因為 不支持反送中 而是為了飯碗 只能夠沉默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非常之明顯看到 中共的壓力 這些也是中共大外宣的其中一部分 這個荷里活 其實只不過就是中共的大外宣的其中一環意 中共它是經常都想說 講好中國故事 講得很好聽 講清楚一點 就是說它想宣傳中共 是多麼好 就這麼多了 現在來說 除了它要影響荷里活之外 它還要在文化 在這個在線的市場 Online market 或者科技裏面 它想打造它自己的品牌 文化方面 我們很清楚的 就是有孔子學院 是不是 在我們北美 就是孔子學院 周圍都有 周圍都有 你去什麼高校 University 你真是周圍 看到孔子學院 雖然現在 美國已經是決定 年尾就要把美國 85間 最後的都關掉 孔子學院 另外 就是華為 華為 它差點成功的 我要告訴你 就是 上次我說的 福克斯 它是有2019年的100名品牌的排行 其中80多個都是美國的品牌 只有一個中國的品牌 排97位 就是華為 華為成為世界上最有名的100個品牌之一 這是2019年 今年當然它不會再入圍 以後都沒有機會 另外就是中共也不停 比如說TikTok 阿里巴巴 它很希望造成一些品牌 然後就和美國競爭 主要是和美國競爭 好像《花木蘭》這個電影 現在來講 距離中共有自己的電影品牌 還差很遠 它現在就是靠了荷里活 它只不過是將裡面的內容改了一點 然後就用一個中國的面孔 用劉奕菲 原裝原形的《花木蘭》 表面上就是在推廣中國的 傳統文化 但是其實它用孔子來 扮一個這樣的孔子學院 你覺得它在羞辱中國傳統文化 它用《花木蘭》來推出一部這樣的電影 宣傳它自己中共的所謂的軟實力 也是在羞辱中國文化 不過在它來說 這些全部都不是問題 它最終就是要將這些品牌推出去 它最終在電影方面 它最終的目的 是要荷里活 本身要出一部 不是由中國去指使它 是自願地搞一部電影 或者很多部電影 直接地講中國所謂的成功故事 譬如他們的夢想 當然希望荷里活 自己會自自動動地拍一部 關於中共如何戰勝所謂的疫情 好像他們表彰大會那樣 怎樣成為全球的 疫情所謂處理最佳的國家 就是它最終的目的是這裏 不是那麼簡單 不過現在一步一步地做 可惜它這次都要夢斷了 它沒有辦法去完成這個美夢 這些文化的品牌 電影品牌 科技品牌 全部現在 都是給它自己 不需要拿來 它自己打敗了自己 因為它實在太不道德了 另外 另外就是戰狼 亦都是可以說 習近平總加速師的得力助手 這些戰狼 亦都是令到大家開始警覺 這些所謂的孔子學院TikTok 華為 什麼阿里巴巴 全部都可能有問題 當然要令到這些品牌 完全都衰敗 是很多原因 但其中一件事 令到一般的普通人 一般的中國以外的普通人 認識的 亦都是他的所謂的戰狼文化 你講起這個戰狼文化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中共駐英國的大使劉曉明 平時他發文和說話都非常戰狼 但是近期被人發現他 在社交平台上 對這些色情的相片 網站上點讚 趙立堅都有 怎麼看這方面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 被人看到他 在Twitter上 為一些色情的 影片 按讚 然後趙立堅 又被人發現 他在成人的影音電台 和AV 電影裡面 又在推贊 或者關注 現在就是 戰狼變色狼 這些加起來都是令到他們的品牌 想營造的品牌全部失敗的原因 美國政府其實看到非常鮮明 彭斯在2018年10月4日 他在一個對話政策演講裡面 說得很清楚 當時就提到兩部 荷里活電影 他怎樣把一些事實 去更改 透過這兩部電影影響了荷里活 他提到這件事 另外蓬佩奧 亦都說了 他說美國國務院 希望跟電影界合作 來反制中共的挑戰 蓬佩奧講了之後 他以後一定會有些 措施出來 當然這個也要看 他以後11月3日之後 是不是還是各國務卿 這件事我們還要看看 但是他就講得很清楚 他不想 美國的電影 美國荷里活的製作 要自我審查 美國司法部長 巴爾在7月的時候 亦都講得很清楚 就說 荷里活的電影公司 現在已經 為了取悅中共 不停地自我審查 他說如果 和魯迪士尼 還沒死 或者是 他在棺材裡面 他聽到這些 他可能都會很震驚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當時他大概是這個意思 剛才我提到了 港產片的沒落 其實就是因為 香港有一部分人 演藝界的一部分人 因為中共的投資 令到他們 亦都自我審查 令到這個香港 本身是有 非常之好的創作能力 的港產片 現在就在沒落 其實港產片 本身就是一個 非常好的例子 而且香港人的 創意也是無限的 你看他的比較 也是這樣 周庭 一個女孩子 因為支持民主自由 為香港人發聲 為自己的自由發聲 引致了港府的拘捕 多次拘捕 終於香港人 將他比喻為 現代版的 花木蘭 其實傳統故事裡面的 花木蘭 也是沒問題的 但是因為劉奕菲 做主角 而他是非常及時 在反送中的期間 跳出來 支持這些 惡警 鎮壓香港市民 香港的年輕人 所以 變成了這一部電影 看來就有問題了 當這個 花木蘭一出的時候 當周庭也出事的時候 很多人就用 周庭來 比喻 花木蘭 覺得 周庭 只是真正的 花木蘭 其實花木蘭 是我們 家語戶曉的故事 你讀過中文 都懂的 這是教材的一部份 他是一個女生 他為了餵父從軍 父親是病 沒有辦法 去擔當朝廷派下來的重任 所以他是作為一個女兒 他決定是代父從軍 當然這個傳統的故事 他體現了一個孝 對父親的孝 也是體現了他對國家的忠誠 所以這是一個家如戶曉的一個故事 還有一件事不知道 路橋知不知道 近期習近平的發言 有兩句話 聽說是 複製了香港人的兩句話 還有非常經典的兩句話 路橋知不知道 最近很出名的兩句話 世上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這兩句話突然間 是非常出名的 其實這句話 是五年前 是一位香港人 他叫李政熙 去參加區議會選舉的時候 他寫的 是百分之一百的香港原創 居然就被習近平 在他所謂的什麼不經舉行的 抗疫大會裏面 就讀了出來 我覺得這個都是黑色笑話來的 路橋認為是黑色笑話 但是我認為 幫習近平寫稿的人 是犯了重大的政治錯誤 可以說是他用了敵人的話 被習近平讀出來 是非常之大的一件事 不單止他以後的政治生危有問題 可能是犯重大的政治錯誤 我認為這種錯誤 在共產黨的體系中 是不可以原諒的 但是他這個只有挺身而出的犯人 就讓我想到 花木蘭 他本身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 他是普通的 一個這樣的女孩 他為了他爸爸他出來 艱難的時候 他挺身而出 如果你想一下 周庭的處境 或者再擴充一點 黃之鋒 羅冠聰 以及多到 我們可能都數不住的 默默 無民 但是在香港 不停地付出 不停地犧牲的年輕人 他們認了這句話 他們都是挺身而出的犯人 在這個意義上 他們跟木蘭的確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周庭是真正的木蘭 他真的也是實至名貴 當然這個名譽 不只是給周庭一個 也是給他後面很多的 默默的 和他一樣為香港付出 為香港貢獻的年輕人 講到這裏 我亦都講過 我自己遇到的一個小小的故事 在去年7月 下旬的時候 7.21左右 我也有了 我就去一個廣場 走過 看到有些特別的節目 在這裡演出 我就停下來看 我旁邊有一個 大概20歲 鬆一點 一個白人的 一個年輕人 他站在我旁邊 我們就聊了兩句 他就說 你是不是中國來的 我說我不是 我是香港來的 他一聽到這句話之後 整個表情變了 他縮然起敬 差不多要向我鞠躬 西人很少鞠躬 他說你是香港 他真的那個表情是很極度的尊敬 然後立刻問 你知不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 我說我當然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 跟著他跟我說 他在推特裏面 社交媒體 跟朋友怎樣說這件事 對香港 因為年輕人 他們差不多是放為偶像 他們是多麼尊敬他們 我在海外生活了很多年 我從來沒遇過 有人對我這麼尊敬 只不過是因為我說 他說我從香港來 他就對我這麼尊敬 這件事也都令到我覺得 其實香港的年輕人 現在在世界上發揮的影響力 就是很大很大的 白俄羅斯都是 大家知道白俄羅斯 他們的很多的策略 很多的口號 其實是跟蹤香港人 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想到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真的是香港人 這個意義上 就是平凡人挺身而出的意義上 是很受到這個世界的尊敬 也都是跟木蘭 花木蘭 是有相似之處 從小到大 都是聽人說的 你想被人尊重的話 你首先要自重 自己尊重自己 做好來 看來這些救揮都是正確的 今天很感謝路橋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就在右下角訂閱 同時傳給更多的朋友 這都是粵港若有你 拜拜